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刀牌2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DPC联赛中国赛区的机后赛 走轮比赛 那么RNG对战星辰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刚刚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 老干爹是2比1战胜了 E-Home率先挺进了胜者组的决赛 挺进胜者组决赛以后 那么 意味着就能够锁定一个前三的席位 锁定一个前三的席位 那么现在星辰对战RNG的这个比赛呢 将决出另一个进入到胜者组决赛的队伍 对于输掉的比赛的一支队伍的话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如果他这一轮比赛输了的话 然后想要再打进决赛的话 要再经历明天的这个败者组的首轮 然后还要再打一个败者组的决赛 还要再打一个总决赛 赛程也是非常的长会被拉的 来看一下这张比赛的阵容 RNG这张比赛在最后一手 给圣子皇来拿出来的是一个PA 中单的Maybee的祖传解读英雄 睡觉局蓝猫 然后X-Lord的电影角手 这边是乔巴的拉比克 查理斯的马尔斯 而星辰的阵容呢 是莫奈拿了一手巨魔战将 Ori的Ori 然后呢 波波卡的蚂蚁 皮球的霍冷支援和小学生的潮汐 两边的阵容都还算是中规中矩 除了最后一手 这个巨魔战将 在最近的比赛当中登场的次数 尤其是国外的比赛里面 几乎看不到队伍用之外 其他的队伍 其他的英雄 基本上都还是当下这个版本 比较热门且强势的英雄 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特别意外的点 来看一下这个 双方这场比赛的一个 开局啊 开局 两边都是一波开悟 然后冲向中路 从冲向中路的这个人数上来看 和速度上来看的话 无疑星辰是占优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蚂蚁 可以开缩地赶一段时间的路 看看蚂蚁这边直接 哎 他好像跟老奶的速度差不多 这里 再开一个缩地过来撞一下对手 然后呢 溜达到对面 那这样的话 这个眼应该是不能插在中路 河道这个位置了 要稍微往旁边搁一搁 看到这个时候蚂蚁开缩地 过来撞一下 没必的这个蓝猫 李娜 哦李娜的这个光阶点居然中了 这样吧 没必的蓝猫有点危险 好在自己的这个站位 是直接往自己家中路一塔下跑的 而且很早的就享受到了 高塔保护的这个光环 如果没有高塔保护光环的话 刚才这波这个蓝猫应该是抹得了 理论来讲应该是抹得了 这场比赛 在大哥位的一个位置上来看的话 PA和对手的巨魔战将 这两个英雄而言 我个人其实还是更加喜欢PA一些 巨魔战将这个英雄 他倒不是不好使 而是这个英雄就是如果这场比赛打的不顺的话 用他的人和看他的人都会感觉很憋屈 因为感觉这个英雄就是笨笨的 但如果这样比赛这个巨魔战将很顺 然后他出的这个装备都比别人能够早那么一点点 能够卡一个对方大哥大劲的一个timing的话 那么这个英雄打起来就会特别的猛 那两边最后还是把这个假眼都插在了中路 而且插在了非常中间的位置 maybe这个蓝猫在中路去对欧瑞的话 应该是打不过的 因为毕竟一方面英雄本身天生优势 另外一方面这个毕竟是欧瑞人助力 莉娜使用的 莉娜使用的欧瑞这个东西 他的战斗力跟一般的莉娜 他就不一样了 上路这边的巨魔战将加后来支援 去打马尔斯加上一个拉比克的话 巨魔战将在上路应该不会吃太大的亏 后来支援的宝人能力的话 不比对方的拉比克差 尤其是拉比克这英雄 其实前期他的宝人能力是偏弱的一个 除了对方的酱油 特别特别脆弱的那种情况下 拉比克能够去占到一些便宜 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英雄都是一个极大的例子 我们目前在中路的捕刀 这里拿到一血 莫奈这里直接平A拿到了乔八的一血 查理斯这个位置 其实查理斯这个站位 查理斯这个站位也多少有一点点 貌似 这个站位真的有点貌似 因为这里巨魔战将给上一个飞服以后 查理斯其实也有可能被击杀掉 但是这个地方呢 好再是升到了二级 给到一个长矛 拉比克过来以后 给到一个弱化浓流 看看这里还想再追过去 给对方一个平A加一口吸血 也不过没有成功 拉比克这边要把对方举回来 吸一口长矛盯上去 nice 这样的话皮球的霍乱支援这波是因为追的太深 被对方给反杀掉了 前期这种追击还是尽量避免 尤其是像霍乱支援这种前期 你并没有一个移速和或者是位移上的优势的情况下 这种追击多少有点贸然 贸然 下路的潮汐去打对方的PA 加上一个老奶奶的这个对线的话 潮汐需要等级 需要等级高一点才能够好打一点 蚂蚁这个英雄前期对老奶奶威胁有一些 尤其是对方的老奶奶 如果在前期这个兔兔用过了的情况下 那么他去威胁对手老奶奶还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老奶奶这个英雄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护甲确实不高 被这个小黄冲咬几口以后很疼很疼 公路先在丽娜手里钻着四个反补 那正补数没有占到便宜 蓝猫这样比赛能看的 专业没必也是在努力的利用自己的一个 技能来尽可能多的进行一个正补 反补他基本上是不太敢的 你站在原地去反补的时间 就意味着对方的丽娜有机会上来去评A你这个地方 看一下丽娜在A你 刚才没必这个地方居然回身 A了一下对手 这块看看这个远程兵 哦漂亮 反补掉了 nice 这样吧 蓝猫拿到了猫生中的第一个反补 下路这边潮汐现在是三级 为一个饼接着追着A 下一个减速给上去 小医生这块蚂蚁来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 这一波突突 蚂蚁这波其实就别上了 这波刹车就对了 这波波波卡如果没刹车冲上去的话 这又是一出惨剧 因为毕竟现在苏底只有一击 CD太长了 中单现在丽娜的一个补刀能明显看出来是优势 而且刚才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蓝猫被打掉了一个大药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 蓝猫的经济现在其实是要远逊于对手的丽娜 因为丽娜打蓝猫 她是根本不可能需要去运大药这样的东西的 靠瓶子就完完全全够在中路跟对方的蓝猫兑线 而且随着等级的提升 蓝猫在6级之前没有质变 她必须要到6级才能够对对方的力量 有那么一点点的威胁 但是对方是先到6级 蓝猫自己这边还要担心一下自己的生存 巨猫战将在上路现在的发育情况还是可以的 20-5的一个正反步 而且这场比赛巨猫战将 我记得是拿到了一个1血 这边是拿了一个大毒球 开局现在来看的话 在三条线上面 暂时都是星辰这边的一个小优 查理斯的查尔斯 查尔斯这边现在是 在上路的这个发育受阻的比较严重 查理斯我感觉 他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的这个比赛状态 下滑的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咱们不吹不黑的说 就是客观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上来看的话 查理斯在休息了一段时间 就是一直在直播 直播了一段时间 然后没有打比赛 他现在的这个比赛状态下降的 不是一星半点 希望能调整回来吧 毕竟之前查理斯的这个三号位表现 不能说多惊艳 但是呢 就是该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做得到 巨猫战将现在暂时经纪排在第一 下路的PA排在第二 仅次于这个巨猫战将 然后是潮汐和丽娜 蓝猫这段时间的经纪其实追的蛮快的 这段时间他的经纪跟对方的丽娜 只差了大概200多块钱 还是可以接受 他说超哥和欧瑞的打法上有啥特点 或者是区别 超哥和欧瑞这两个选手的话 这个超哥他的 他们两个人稍微有点类似 其实讲道理就是说稍微有点类似 整体打法的风格和节奏稍微有点类似 然后Mayby的 就是他的基本功 我个人感觉他的基本功比oreal好一些 然后 个人实力上面比oreal强一些 尤其是在对线这件事情上面 对线这件事情上面 这个Mayby是比oreal强 强一个挡 不多 不算太多 大概强一个挡 然后这里 丽娜光机战给上去 直接给大吗 没有第一时间直接给大 看一下这里 卫柄再接着跑 然后呢 开一下三技能 丽娜这个地方选择是 他没加大 丽娜没加大 这个我没想到 丽娜不加大我没想到 丽娜这边选择是加了四级的龙破斩和两级的被动 一级的光机阵 然后没有加大招 七级的丽娜 第一个装备呢 先奔着自己的飞鞋去做 这样PA的结构被断了一波 人头说现在暂时是2比2平 然后星纯现在团队经济领先1000块 蓝猫的经济277 这波丽娜在下路配合自己的队友 击杀到对方的PA以后的经济 已经是来到了将近3200块钱 还可以 这个还可以 人助力的理解大叔跟不上啊 这个正常 这个正常 看一下 这波是9被对方的蓝猫抓了一波 睡一下对手的拉比克 然后又吸了一下蓝猫皮球 这波拖了好长的时间 让丽娜找到机会反杀 我的天哪 我气皮球的这个霍乱支援 把没臂的蓝猫秀的 我的天 这一波这个霍乱支援实在是有点太修了 打完这波以后 蓝猫丽娜的经济来到了全场第一 聚魔战将和对方的PA现在跟这个丽娜的经济基本持平 蓝猫在这一波结构被断了以后 现在就已经有点崩的意思了 蓝猫其实不太适应在中路打这种过于激进的进攻 蓝猫更喜欢的是 就是替边路塔反打这种性 这个是蓝猫最好去抓自己节奏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替自己的防御塔反打 对方所有人的位置信息 你都是提前知晓的 你可以在上之前就想好了 这波我是打完了就跑 还是把对方全部都收掉 但是主动进攻的时候 这方面的信息肯定是会相对差一些 所以对于蓝猫这种的游戏前期需要非常非常精准控蓝 或者是说需要非常多的经验积累的一个英雄而言 还是有差距 那说FI去哪 FI现在没有队药 在休息当中 DA这样比赛的经济不落后 对于RNG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好消息 三号位的马尔斯这个英雄呢 有一把跳刀 对吧 有一把跳刀 他80%的作用就一定能够发挥的出来 而且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 马尔斯还没有出来搞过事情 等马尔斯出来以后 莉娜这个点她的输出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当然了对方的潮汐现在也还没有动过 这个有大招的潮汐 其实现在应该可以考虑让莉娜支援到下路过来 然后强冲一次对方的PA 这个应该是现在具备强杀对手PA的能力的 潮汐大招只要定住了 莉娜一套三连就没了 他说这个版本小黑怎么样 这个版本的小黑 就是他最大的优势在于皮肤 除了皮肤之外的优势就抹得了 这波曹西在前面顶着 然后把这波远古全部收掉 蓝猫飞到中路 这波就没有受过机会了 这波拉住了以后 加老奶奶的出息 直接把皮肤的破篮之外给秒掉了 皮球这边也是上一波 反杀掉对手的蓝猫以后打赏 这波被击杀了以后也是鱼人轮盘 找一下对手的心态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这种做法 我跟大家说看一下莉娜 这个位置 这波蓝猫想躲没有躲开 这波爆发还是打出来了 但是老奶奶的输出有点高 潮汐落地以后大招给上去 但是这个大招白给了 没有输出了这个时候 让RMG找到一波机会 把这个局势给翻回来了一些 尤其是蓝猫这一波很赚 老奶奶这波是血赚 大招直接一波伤害起飞 那么人头呢是Mayby拿到的 全部都是 Mayby拿到的 然后乔巴拿到了一个 大家说这版本谁适合出否决 否决在这个版本里面适合出的夜魔 夜魔小狗这类的英雄 就是那种需要强冲点 然后怕绿杖的这种英雄 现在PA的经济没有落后 蓝猫的经济已经追赶上来了 对于RMG来说 这个比赛的局势慢慢的稍微好起来了一些 而且M24这边现在山上的存款已经有了1300多块 稍微再让他刷个一两分钟就能够把自己的挑刀拿出来 有了挑刀以后配合冷猫 配合老奶的这些英雄 RMG在游戏20分钟之前这段时间里面应该是有正面战场的优势的 20分钟之后的话 对方的大哥位BKB基本就都具备了 所以这个正面可能会难一点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主要的输出任务 也不光是在自己的蓝猫和老奶的身上 PA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成长一些了 看看这里蚂蚁 这个大招 对方的蚂蚁提前开启了一个大招 这样的话查理斯这个大给的 我个人感觉给的不转 莉娜这里想给自己原地放一个攻击战没有成功 这波再给你攻击战打到对方的拉比克身上以后 拉比克这里偷了一个四级的 又偷了一个四级的斩 蓝猫被对方支援的 后来支援一个拉拉住 这样的话由于另外一个人打断不了这个对手的拉 所以蓝猫这个位置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活下来 这样蓝猫节奏被断了以后 虽然是换掉了对手的莉娜 但是失去了一个拉近跟对手莉娜经济差的机会 有点可惜 这边霍兰之源是等到对方所有的控制技能全部放光了以后 然后放了一个打 不得不说清晨这边五号位皮球的 皮球的这个霍兰之源感觉用的有点灵性啊 自信打出来了 我觉得这样比赛 这边PA的这个位置 PA的这个位置差一点被对方发现 冲冲战略还是在疯狂的刷钱 现在7000块 PA目前是6800 甄莉娜持平 潮汐6200 冲611 马尔斯的经济现在是不到6000 两边打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和平 跟中国队之前的比赛的风格基本上一致 两支实力差不多的队伍在对打的时候 前期一般经济差很难拉开 然后主要的差距会在游戏的25分钟之后 游戏的比赛才正式开始 那说这个BO3打完后面还有吗 这个BO3打完了以后后面就没有了 里边潮汐给上技能 蚂蚁给一个蝗虫 两边不敢往上追啊 这个高台追上去的话 这个马尔斯怎么还是先把先风盾弄出来了 不错 这个先风盾的话 他跳到已经出了 不过国内的比赛是这样了 中国赛区的比赛就是现在跟以前相比 或者说跟两年前相比的话 最大的好处和优势在于 反战的处理 就是整体国内的战队在团战处理 比两年前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那是圣子环链的这个PA 这波在上路这里呢 带线 然后队友跟过来 拉比赛举 这蚂蚁提前 蚂蚁的这个大招跟缩地开的有问题啊 波波卡 操作变形了 这波波波卡操作变形了 他的缩地开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这个大招接的太早 这一个操作变形被对方带走了以后 现在人头数7比4 RNG开始组织向中路的一个进攻 马尔斯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跳刀啊 小学生手里边的装备是直奔A仗 小战头 然后直奔A仗 保证自己在没有大招的时候 也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这里一个背饼 并没有能够背下来 丽娜给上技能以后 潮起直接接大丽娜这里 把技能打满 秒掉对手的马尔斯 没有给马尔斯去放大的一个结果 那这样查理斯 这一波被带走了以后 对方的投入的兵力其实并不多啊 巨峰战争根本就没有来 只靠着潮起加上丽娜的技能 就成功的带走了那马尔斯 而且你这波因为没有大招 没有放出来自己的大招 这下一波团战尽管说 你是有机会 这波有点可惜了 这个开户过来以后 想去抓对手的一个蓝猫 但是第一时间的这个控制 没有跟上 看一下对方的蓝猫 找后排 漂亮 找到对手的皮球 果然皮球这个位置 成了对方的桌子 这场比赛在第一波皮球 嗅掉了没必的击杀 然后反杀掉以后 给了那一个嘲讽开始 给了那个打场嘲讽开始 这场比赛 蓝猫的主要攻击对象 就一定会摁在对方的 霍兰之恩身上 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战术 霍兰之恩这边后续的装备 他选择先要去出的是 威光披风 除了威光披风之外 打了猫这个英雄 其实滤杖也是可以用的 滤杖打了猫也可以出 潮西这边被偷了一个大招 潮西能被偷大 很正常 潮西的大招是 所有团控里边 所有的团控里边 我个人感觉相对来说 最好偷的大招之一 哎呦 这个地方 不过小英雄这边还是比较结实 对方的这招 既能打上去以后 这个潮西没有死 然后用TP骗一下 对方的人上来 不过自己最后还是被带走了 这里看一下 对方的拉比克 把偷大的潮西大放了 不过好像放了个空打 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放了一个空打 迷团的是最好偷的 对对对 迷团是最好 这些潮西的大招 它有一个比较难受的点 就是在于潮西所有的技能 都有一个牌手 然后它这个大招呢 不是瞬间全凭破 它是有一个 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过程 所以对于拉比克来说 偷潮西大的难度 还真的是不大 再加上潮西的那个大招 它有本身潮西的大 就有一个抬手 然后呢 抬完手以后 它要在原地傻站着 再加上它的那个音效 还有它比较大的个子 都比较明显 潮西的这个算是好偷 比较好偷的一个 这个又是丽大 又是丽大加霍兰支援 一个税 然后蓝猫这边过来 抓一下对手的霍兰支援 这个霍兰支援最后 是被子愿的节奏伤害带走 VB这边又是再次 击杀掉了足球的霍兰支援 霍兰支援第一件装备 选择去出围攻披风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 更团队了一点 搁我的话 我可能第一件直接就奔了一张 哎 抄击这个大招放出来 赶紧给技能 把该放的技能放出去 看看这个时候 小学生被对方的PA过来给输出 长猫钉回来以后 胜子华链这关再不应该过来 开始给伤害 毛鸡给两句 蓝猫飞过来 再喂一个饼 哎呦 杀个潮西 这关也是真拼啊 蓝猫这也拿到对方 潮西人头 主宰比赛 这样的话 蓝猫的经济现在是1万块 对方的莉娜 现在是10900 PA身上现在狂战BKB 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做的是晕锤 这套比赛并没有选择去做暗灭 这套比赛做暗灭 我个人感觉还可以 这个装备 直接出晕锤的话 可能还是想增加一点点的容错率 但是 只有狂战斧加BKB的PA 其实输出有点不太够 暗灭这个道具 对于PA来说 真的是一个挺不错的装备 不太够 Dyer'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It looks like Dyer fortified their structures Are those cracks in Dyer's top tower? Dyer's top tower is gone Just a cold fog left behind Radian'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s middle tower could use some help Radian has fortified their structures 那说PA后期ML换吗 一般不换 除非对方的英雄护甲特别的高 哎 蚂蚁这个地方封物成功 马尔斯大招给上去 看一下蓝猫又是直接拉死了对手的换队员 超齐支援过来以后 尤其超齐战也没有大招 所以对方这波的一个进攻还是比较火转 丽娜大招给上去 开始疯狂输出查理斯 查理斯这块拿着自己的脸 扛了无数的输出 临死了现在丢了一个毛 看一下这里支援过来的人 买活的霍伦支援在往战场上赶 这里蚂蚁在后面被对方一轮击火 直接带走 这样霍伦支援这波买活白买了 虽然是自己这边 用所有的技能带走了对手的一个马尔斯 那这波如果霍伦支援不买活的话 其实是不亏的 但是由于霍伦支援买活了 所以这波多少点亏 TA这个英雄毕竟他是一个纯物理伤害英雄 减甲的收益真的还蛮高的 这蓝猫拿到了自己的一个励志双刀 加上紫圆 下件应该是BKB了 阿尔斯现在跳刀加先锋盾也在做BKB 然后拉比克身上出的是一个乙炭 天眼角手身上带了一个宝石 下一个装备准备做的是莲花 看看 布兰之间刚才在这波买活之后 他的威光披风就更持不上了 更持不上了 要等一会儿 看看是不是已经做出来在狱了 从经济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 来欧瑞这个地方 BKB开得太晚了 结果直接被那帮追死了 小薇草也被带走了 猫飞进来以后瞬间打对方 打了一个三人团灭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感觉星辰就有点难打了 巨魔弹将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见过他去参团 也没有见到他 在正面战场上面可能会有多大的帮助 因为这样比赛这个猪魔弹将到现在为止 只有一个狂战斗加上一个BKB 然后准备要去做的是MKB这个装备 而对方的PA现在已经装备出不成型 BKB加狂战斗加运锤 加锤大毒球 然后中路装备带的是一个天鹰剑 这样的话中路高地直接就被对方轻描弹写给拆了 他说今天拨几场 今天拨两轮BO3 这个是第一轮的 这个是第二轮的第一场 第一轮已经结束了 以后我们1比2输给了老三爹 巨魔弹将去把自己的MKB出来 再去跟对方的PA对线 这个对A的话还是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的问题 先说一下这个想法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RNG每次团战的时候都能够轻松的去找到皮球的位置 皮球的位置一旦被定位了以后 那么蓝猫飞过来去秒他的时候会给直接给到他一手子愿 这个子愿给上去以后对方没有人能够去救下来这个霍联志愿 而霍联志愿只要一死 对方的这个带BKB的PA基本上就是想杀谁杀谁 现在这场比赛的核心问题变成了这个霍联志愿没有自保能力 而队友没有人能救他 蚂蚁这边准备要去出A账了 但是他现在一点穷管都没有 他出了个阿托斯 出了个阿托斯 报复心理极强吗 这个不是报复心理的问题 也因为这场比赛蓝猫本来他团战的时候就是要第一时间去切对手的这个霍联志愿 这个场比赛这个是他本来就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装备PA 装备PA 他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冰眼 这种出装的PA其实输出是要稍微低一点的 他的输出真的不算爆发很高的那种 但是好在这场比赛他们的阵容里边老奶奶的输出 马尔斯大招加上蓝猫也是有输出的 所以这个PA的话有人帮他分担一部分输出的任务 他也可以让自己变得稍微肉一点增加一些人抽率 也不至于被对方一套技能直接打包庇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边丽娜选择出了一个大引刀 现在已经是BKB加飞鞋加大引刀 还有一个灵眼也成功 然后下一个装备这个丽娜准备去做的是强席 来增加一下自己的护甲 防止对方的PA直接冲上来以后把他秒了 毕竟现在丽娜的护甲值确实有点低 就12点 现在6000加的团队经济领先优势 RNG这边并没有着急去上高 还是保持自己的一个节奏 等自己的核心关键装 这个中国赛区的比赛特点就是这样 有很多观众可能觉得这场比赛看起来 这个时候有优势为什么不去打 其实中国战队的一个风格就是力求稳健 尽管这么多年了 一直在努力尝试去提高比赛的节奏 但最终还是会归结到一个 就是先稳发育 稳发育然后求团 下一波团战 我们要等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出现下一波团战呢 就是等一个关键装 看哪边出到自己的一个关键装 这个对于RNG来说 他们现在的关键装就是等自己的 PA的这个冰眼 或者是蓝猫出到了某一个关键 蓝猫的BKB你看 蓝猫的BKB第一波 没有等这个PA的冰眼 虽然PA的冰眼其实差的钱也不多了 但是他们这波选择是蓝猫在有了BKB之后 然后过来去找一波对方的团战 法尔斯这边也有团了 也有BKB了 也有BKB的话准备去求团 另外星辰这一侧呢 他们是MKB当初 换陶西直接挑大先手 蓝猫开BKB 查理斯这个地方大招给出来以后 先秒掉对手的一个蚂蚁 蓝猫这时候开始往回撤 并没有继续去找对手 因为正面那场如果再往上找的话 没有子愿了 他应该是没有子愿了 后边又是小学生的陶西被带走 这样马尔斯完成了一波一换二 打盾逼团 这个时候对于RNG来说打盾逼团 nice 思路很清晰 这个打盾逼团就是给星辰直接 告诉他们这场比赛你们已经输了 这个打盾逼团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如果你过来跟我开这拨团的话 那么现在在大家都没有BKB的情况下 我的子愿蓝猫是无敌的 我的子愿蓝猫和我的PA是无敌的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过来跟我开团的话 你让我去拿到肉山盾 那么我PA带盾了以后 蓝猫就可以不用第一时间去找你的这个霍兰职员 我完全可以让你的霍兰职员的第一个技能 放到我的这个PA身上 因为如果你不放到PA身上的话 PA可以直接把你的人杀光 而你把这个技能放到我的PA身上之后 我就可以去选择直接过去把你给击杀掉 或者是卖PA的第一条命 直接在你没有核心大招的情况下打第二波 所以这个这一波团战 就是这个肉山盾拿完了以后 基本上是宣判了精神这样比赛GG 就看RNG准备怎么开这个团 PA现在身上的装备呢 是带着盾 而且吃到了魔精 吃到了魔精以后 它现在有破坏效果 对于对方的潮汐来说 这也是一个噩梦级别的东西 想到你PA的这个魔精技能在破坏这个玩意儿 实在是有点离谱 太廉价了 真的是太廉价了 好 看一下这波马尔苏的大招 潮汐直接被秒 秒到了以后 这里莉娜开着BKB 被都让PA上来直接切死 蓝猫也开着BKB的情况下 潮汐就算是有买活上来这个技能都没包开 但是这波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这波新闻选择一波三人开路 不过巨魔战将 话说这两比赛巨魔战将玩了个寂寞 真的是 PA已经不当人了 PA已经不当人了 霍伦之间莉娜两个人选择了买活 霍伦之间大招拉到了对手的马尔斯 但马尔斯其实已经把所有能用的技能都用过了 这个时候PA上来去切对手的欧瑞 这边被打出一个被动员 蓝猫再飞上来 圣子滑练之间A所瑞 转身开始输出对方的巨魔战将 巨魔战将这边被自愿了以后 连大招都开出来 直视你 话说这场比赛莫奈到底玩了个啥 我那么感觉莫奈这场比赛就是 刷了三十分钟前 然后 出来连大招都 这场比赛是不是巨魔战将一次大动没开过呀 同志们 是不是一次大招都没开过呀 我感觉好像真的是一次大招都没有开过 然后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好的 那么这样不管怎么样 这场比赛结束 我们稍着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 看看星辰能不能够在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当中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拿到一个 呃 拿下一句扳回程啊 我是造大叔 咱们下转比赛见 摸摸大